哎呀 孙儿 行呐 你看 让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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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 但宗宝啊 就是行 其他的将门之子 哪个猫这种危险 这下当先锋官 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可能吧 我一脚就踹开了他的门 然后 我一箭 我就 就架在他的脖子上 我就这么压着他 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 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哦 那穆鬼英呢 啊 穆鬼英啊 穆鬼英 她把强龙梦就交出来了 我就想 我就想就算了吧 我就 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 就算了 对 宗宝 做得对 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 过去的事不许她计较 对 哎 六嫂 她随便出征 你大口放心啦 放心 当然放心 哎 到了 哎 爹 你过来看 哎 娘 你们看 你看 这就是那穆鬼英亲手所写 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首好字啊 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嗯 就那样吧 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哎呀 老身看哪 这字如其人吧 啊 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什么呀 在这刚开始的时候 哎 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 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 不是 哎 这完了以后呢 我就说哎 这降罗墓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 她二话不说 让人把降罗墓装上了车 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 哎哎 哎 爹 你来看看这降罗墓 六嫂 看 娘 嗯 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 这是 官幻和富豪人家用来做官果的南墓 啊 这 这这 不可能 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胡说 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罗墓 儿子 你让人家给耍了 木桂英 我杀了你 你说 你送块南墓给天伯府 是不是有点啊 过分 那南墓 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 咱木科寨的南墓 那是五百年的历史了 他上哪找去呀 便宜他们了 哎呦 我那天伯府的人还不起疯了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 爹 嗯 我要是元帅的话 我立马把这南墓打成棺材 我拉着去预聊 那多鼓舞士气啊 哎呀 你还别说我闺女说得真好 是吧 可就是 把那杨家人一时 倒不过这味儿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 要不然 这杨总宝还能来咱这儿啊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总宝这亲 是决定了 你知不知道 宗宝昨夜去偷袭了木科寨 宗宝 他没事吧 哎呀 事都没出 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降龙木 哎 是降龙木就好了 是一块做棺材的南木 哼 这么说 宗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可不是嘛 天伯府的人都气坏了 可恶 真可恶 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 让宗宝去公道木科寨 我 我 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 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 你说怎么办 我 哎呀 你回去吧 不 我还怕你再去偷袭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 我死不了 你对我很重要 我怕你受到伤害 你去吧 带兵去打 你说的轻松 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 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你只管去 父皇那儿 有我呢 少将军有何贵干 攻打木科寨 攻打木科寨 圣上已经交给了王兼军 少将军无权插手 这 这 木鬼鹰 你给我出来 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 事不回央 呦 这疯小子还来了 怎么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你这个妖女 三番五次地戏弄本将军 怎么了 你少装蒜 你给我的什么木 你做棺材的楠木 你别在这儿演戏啊 怎么会 哎呀 都怪你们 怪他 对不住对不住 杨将军 可能是天太黑了 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哈哈哈哈 这一枪叫横扫千军 是 大海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 这一枪叫银龙绞将吧 他 不肯造成熟统额 不防 Saint 这两枪 你都怪之王 trimmed 孤立无援 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 杨燕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 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 如今辽军进犯 杨家没有半句怨言 全县出洞 连寡妇都上阵了 你说朕心里能不有亏吗 父皇 你放心 孩儿一定好好待宗宝 孝敬老太君和各位沈娘 这就对了 圣上王将军有极事求见 选他上来 是 停 不打了不打了 乔乔 接到 我今天打累了 想必你也累了吧 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 这不是来日方常 明天我擒不住你 我就不叫杨宗宝 行了 你就别逗气了 好好好 回去歇歇也好 省得下次再战还输 告诉你们啊 回去别笑你们少将军 那个牵马的 就就就就说你呢 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 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 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 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你倒门 好好泡泡脚 笑什么 杨宗宝 走 走 杨宗宝 杨宗宝 和木桂英有瓜葛 明确攻打 暗在苟和 胡说 杨宗宝乃将门之子 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公主息怒 杨宗宝武艺高强 善于用兵 要是没有瓜葛 杨将军出征是否虚待祥龙墓 当然 既然知道 为何你九宫不下 那妖女着实厉害 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我倒觉得 并非那妖女厉害 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我 公主 圣上名剑 臣绝无二心 哼 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圣上有旨 抗旨 是犯了欺君之罪 抵抗辽君刻不容缓 宗宝正是担心三官被迫 才去攻打 嗯 他也是太嚣张了 是啊 无法无天 三官被迫 便良危在旦夕 宗宝这样做 正是为大宋 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圣上 九宫不下 还是知罪吧 臣 罪该万死